商船、軍港、重工業 高雄過去原本是管制的海岸線 即將出現一座面對海洋 擁抱南台灣藝文愛好者的新地標 文化部赤資新台幣54.5億 在高雄港11至15號碼頭的林水岸 打造國際級的海洋文化級流行音樂中心 文化部長龍應台特別前往高雄港基地現場 希望藉由文化產業設施 帶動雲林以南的整體文化發展 我今天在這裡就要很誠摯地感謝 前面多任的行政院長 還有行政院裡頭經驗會 各個部會都支持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再加上立法委員立法院的支持 將來高雄大高雄會是整個南部的文化藝術重鎮 這個重鎮我心裡的希望是說 是不是以後雲林以南 尤其是包括大高雄區以後長大的孩子 他心裡很清楚的知道說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台北 大高雄本身就是一個大的黃金磁鐵 他可以留在這裡 我們的流行音樂的創意的人 他可以不是一定要到台北才有發展 他留在高雄一樣有很大的發展 然後我們的孩子就在一個非常非常濃郁的 這種文化藝術氣氛裡頭長大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站地11.5公頃 可以舉辦五千人的室內演唱會 戶外別人場地更高達一萬兩千人 民國一百零四年完工後 將成為南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推動引擎 各界都抱以高度期待 我們對我們流行音中心未來的發展 我們也非常有信心 那所有引擎的這些設施設備 那這是國際標 那我們要求文化群 包括我們的新公處公務單位 那讓這個這麼重要 在高所的建設能夠如期如指 在這個過程來完成 比平常是免費的表演 來的人很多 但是以後我們的文化的產業 我們的音樂跟表演的產業 它本身是需要經濟支持的 所以我們最大的挑戰是說 可能是刻不容緩的 是我們到底如何培養 從雲林以南買票入場的 欣賞人口的開發跟培養 是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 那在這方面我們一定跟高雄市政府之外 包括台南 包括嘉義 整個雲林以南要攜手合作 高雄港伯樂藝術特區 在文化部與高雄市政府多年合作推動下 把閒置倉庫活化為藝術家創意工坊 現在已經是大高雄的美術教室 文化部將與地方持續攜手合作 為南台灣注入更多的文化資源 及藝術能量 高雄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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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媒體公關組 高雄報導 名單 詞公語 韓答 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ines